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我叫做找早姨,Joey 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 繼續可以分享很多我自己的生命經歷 我記得有些人都在想 其實找一份工作適合自己做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難,很難 但當你找一份工作適合你做的時候 我可以肯定跟你說 你的滿足感會非常高 我記得有一次我看電視 看到歐瑞強訪問葉麗儀姐姐 當時我都覺得挺有趣 一想起葉麗儀,就想起她唱那首 《浪崩落樓上海灘》 差不多可以說,等好你 但Albert當時問的問題 類似好像問她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一生當中 沒有遇上這首歌的話 那會怎樣呢?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為什麼呢? 因為我開始感受到 原來上海灘對葉麗儀來說 不只是一首歌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真正的舞台 她可以用自己的恩賜 而那個能力在上面發揮 很多人是因為這件事得到滿足 她自己都會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我再問我自己 那我的上海灘又找到沒有呢? 到底怎樣好找自己的上海灘呢? 首先來講呢 一定要明白到原來 自我了解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葉麗儀 她一定很明白自己 喜歡唱什麼歌 怎樣唱歌 什麼的內容 她是可以唱得最好的 她是找到這首 真的上海灘跟她合作 但你不要忘記 原來上海灘的成功 不只是葉麗儀 她有一個真正的叫做 黃金團隊的成立 裡面包括黃瞻 包括顧家暉 甚至你可以說 包括周潤發 趙雅芝 和呂良偉 種種的人 我們需要 跟我們這首歌裡面的內容 都可以相配合 各自有不同那種發揮的地方 各自有不同自己的能力相配搭 而這首歌 就可以真的去成就出來 而這個黃金團隊 那個所謂叫相處和包容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同 我們每一個人的強項 我們工作的方法 我們的思維 我們相處的模式都不同 如果我們不學會 如何去尊重對方 欣賞對方的話 我很深信 上海灘這首歌 是不可能那麼成功的 最後 大家都要多謝一個組織 當時就是TVB 為甚麼? 因為TVB 它是有一個非常龐大的觀眾群 讓我們可以接觸觀眾 它有一班非常專業的隊伍 幫它拍攝、錄音、宣傳等等 所以當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很希望找到自己的上海灘 首先我們要知道 如何真的可以去認識自己 管理自己 第二 我們可能需要有一個黃金團隊 跟我們一起去共同進退 而這個團隊我們需要很大的尊重 很大的忍耐 以及每時每刻的欣賞對方 最後就是一個組織的平台 一個平台就是可能是我們公司 讓我們一班的團隊 可以在我們生命上 有一些非常大的恩賜 以及能力 以及我們的興趣 可以在平台上發揮 而這個就是 如何去找到我們自己的一份 適合我們自己做的工作 讓我們得到莫大的滿足感 在平台上發揮 可不是用力這樣 即可靠往零件 這些我們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